今時今日,提到人工智能AI已經不再是甚麼遙遠的話題了 簡單言言,AI就是有學習功能的科技,懂得有錯誤中學習 當然有錯誤的地方就有好笑的地方 先帶大家看一看這個實驗的初影 實驗團隊先給測試人員看一幅圖 利用磁力共振記錄他們大腦的活動 再透過AI技術依據當中的訊息 和大批範例圖片做比較和分析 從而重組參與者觀察得到的影像 結果是否成功呢? 將沿途和AI組合出來的圖片拍在一起 嗯,坦白說仍然相差一大節 德奇仍然失其細節 只能說主體的顏色、輪廓、有相似的地方 對於日後能否發展到 將人類的記憶重組 甚至將記憶影像重播出來 仍然是一個問號 又看看另一邊箱 這個利用AI來學習走路的電腦模型 一跌,再跌 跌到第三百次都是跌 到了第七、八次了 終於走得出胡同 但都是雞手鴨腳的款 算不算正常走路 真是見仁見智了 AI的發展指日可待 因為它能夠不斷由失敗中修正 經過無數次的改善 最終都會得到成果 相較之下 人類又有沒有這種 經一事、長一致的精神呢? 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 認為我又用很忙去做一個解釋 或者做一個推堂 LiveTV記者,陳文勇報導 請期待 請期待 2 8 9 9 10